中文新世代台中大未来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局长上任即将届满一年 心境很大的不同吧 那当然啦 因为从这个商人 然后转换到 这一个公共机关以后 其实要调整很多的心态 比如说可能你开的车是非常好的 然后现在坐的车是国产 可能以前你喝的酒是很好的酒 然后你现在喝的是普通的酒 你不能喝太好的酒 为什么不行 生活品质还是要弄到 因为这个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那你生活圈的改变 你要随着调整 因为我以前的习惯可能就这样 那有可能每天晚上没事就去唱卡拉OK 那现在都不行 现在你去 民众观感 观感 说你的民众局长 每天都喝水水也不好意思 所以说你还是要 要去做调试自己的生活 做一些市民有感的事物给人家看 所以我都很愿意一直在想说 我怎么使我们的台湾市民能够更 民政业务能够更便捷 然后更有效率来服务市民 所以牺牲自己的娱乐都在为民众着想 但其实民众就会好奇啦 民众局长牺牲了这么多 有哪些成效出来 其实我们单纯的跨区服务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的N加1服务 去年从办到现在 25件的跨区服务 你看25件它所塑造的 光是市民的里程 还有省下的金钱 那个计算起来都快上亿了 对 那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回馈 那市民越便捷 他们的时间就可以充分去做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这个就是 我干嘛这个也是一种业绩 所以说有没有哪些 就像你刚刚讲的业绩 有哪些创新服务是在您上任之后 才开始推动的呢 其实这个都是啊 比如说公所的跨区服务啊 那户所的它本来是还一部分 我是全面把它推行啊 比如说殡藏业务的这一个跨区 也是在我手上来完成的 那这个就是电子化的这个结果 那其实这个是政府最简单的 对 为什么说最简单 因为整合就可以了 包括我现在也跟这个地震啊 地震要申请那个硬件证明啊 那我就把这个电脑放在地震那里 以后不用申请的这个硬件证明也能做 不过这个的困难度很高 为什么说很高 因为护证机关它也是有点担心的 担心 担心 就变成它要接手那个护证的工作 但是我现在给它一个安心说 我多一个多一层保护给他们 什么样的保护 就是说我把电脑给他们 如果他们这盒章啊 可以直接在那边调就可以对了 对对对 那因为很多的这个硬件证明啊 有时候申请比较就是很多张啊 怕他们出错 如果又给不孝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盗卖土地的人啊 去掌握这个流程的一些 比如说可以插进去的缝 那这个土地的这个被盗卖啊 其实我们要去把关 没错 所以我们都希望层层的把关又能辨民 所以我们这一件还在 我们还在试办啊 但是效果 目前效果 效果还在呈现当中啊 因为附地震还是有点担心 他们认为土地的买卖价值那么高 如果有点出错的时候 就对不起人民 所以说你看你刚刚讲的是说 政府单位这边的担心 那民众他们的反应呢 民众其实他们办理的话 就按照程序来办啊 其实他们不会有任何 但是我们是想更辨民 他不用来护所申请应验证明 直接到地震就能办完了 那就解决了 但是地震的部分都跟我们讲说 普通这种大的案件 都是地震室在做 并不是市民 市民只是授权给地震室 所以他这样讲也有道理 所以我们还在沿拟 但是至少我们走出这一步 很多的事情就是你没有走出去 你就不知道对还是不对 即使走错了 只要不要有伤害 然后我们都试着想去挑战 对 所以局长像你刚刚这样聊起来 其实我们很勇于去挑战 去突破自我 对 那您上任这一年来 就是其实这一年的业务 也越来越娴熟了 然后直到说 下一步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接下来 力拼的重点是在哪一方面 像目前来讲的殡葬业务 我们目前的台中市 生命礼儀管理所 明年的一夜一号要改制 变成生命礼儀管理处 对 那你就问我 那有什么不同 对 没错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之前的台中市原八区 就是所谓的台中市 它的殡葬也有 其实它已经整合了 但是台中县的县市合并以后的这一个其他的区域 就是台中县的所有的这个各区 它还没有整合到殡葬这个业务 比如说我们台中市全部的这个墓地 有178个墓地 那多数都是在县区 旧的县区 那我们有这个31个公塔 就是所谓的纳葬塔 那在我们就是现在 是都归公所来管 但是我们希望透过民政局的整合 把所有的这一个这个墓地 还有我们的纳葬塔 全部由民政的生命礼儀管理处 来做统合整理 所以这样整合对民众来说是更便利的 还是说对于我们在管理上面 是比较好统一的 其实这个便利是 我是希望说我们每个的这个设的区 的这个服务的据点 可能就会在纳葬塔的旁边做服务 因为只要你到这边来 就直接可以看塔 那我还有一个新的想法是说 我们这11支塔的这个位置 就是说我们用立体化的标明 以后你上网去查 就知道这支塔 向南的向白的向東的向三的 到底还有几位 你就不用说这样 好 我都要走到那里去看 这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可以怎么整个的整合能够变民 那我们只要一个系统 结果了解所有的殡葬业务 其实这个叫做 我又讲一条龙 我又被人家骂 我想说这个就是一个 连贯性的一个后事处理 对 因为其实说像现在那科技很发达 我想说大家都知道说像很多的品牌服务室 他们就是让民众在网路上 你就可以直接试从你不用到现场去 那局长的概念其实是很相同的 我是想说因为其实民间的 这个塔位的公司其实都做到这样 那我们的政府单位应该去整合整个的 这个墓园的就是整个殡葬的政策 尤其是我们有178个这个墓园 其实都坐落在市区 像我们大宇的公衣 它就在市区就在我们的对面 这里而已 那这个土地是在精华区 那市政府应该要赶快来做发展 所以我们预计在106年 105年这样开始 把那个墓园差不多300多个 这个就是先人 给他做一个 给他钱照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这里的土地相关的再利用 那我们的这个大理区公所 其实到那边很难停车 护证书所相关机关 这个比如卫生所等等的 可以把它移到这里来 可是局长 像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说 牵葬的部分 其实我知道说像牵葬这种东西 其实会很容易有争议 因为有的会觉得说 我在那里好好的 你要我牵葬 那你有没有更好的配套 其实这个墓园的政策 它有一定的法令 其实我们的以前都是说用埋的 其实他8年10年 他就要取决 要取决 取决后其实一般都可以进塔 所以其实我们就要去执行 因为很多的 我们应该有差不多四五十个 墓园其实都进账了 那进账要做什么 就等着要 就是政府補助后 让他们进塔 只是说我们的这个相关经费 还有整个墓园的规划 都来不及规划 所以我们没有去做 那我想说以后的这些墓园 就是我们的福地 福地 因为它是最完整 那我们应该是一个一个墓园 把它整理以后 然后来自己相同的去开发 繁荣这个地区 那其实我们现在的市民 他们都是用火化的比较多 火化差不多占百分之九十五 那真正买的才百分之五而已 那现在的观念都改变了嘛 所以我们这个178个 这个所谓的大的墓园 其实都可以好好来运用 那其实这个就是政府的资源 局长 像你刚刚提到政府的资源的部分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配套措施方面 是已经都做好了 那当然了 你说整个要需要督发 然后建设 还有各局处的投入 那这个是整体 不是一个民政局能够做的 你整个规划还是要专业 那所以我们厂长市长就是 开会开到三更半夜 就在开这个 就怎么去把 比如大理区怎么去把它繁荣 乌丰区怎么繁荣 然后太平区怎么繁荣 要不然你整个的沉乡差距 太远了 为什么台中县都要反光镜 台中原来的台中市不用反光镜 那就是路子根本就不用 不用反光镜就能走 你到乡下去 你如果没有一个反光镜 就常常车祸 那就是因为沉乡差距 那我们应该尽力的来把它拉平 甚至于贫富差距 对 对吧 不要说我价在一平四百万 这一平纯没几十万 那个就差距太远了 那我们尽量去把它拉平 当然我讲的是一个理想 那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力量 那像我民政局 我办的活动很多 过去可能都办在原市区 比如说圆满剧场 市府 那我其实我今年所有活动都变在县区 因为管区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在大理也办一场 太平也办一场 然后海线也办 山海屯区 山海屯全部都办 那市区其实很多人都在那边办 有一些社团都在那边办 那活动其实可以分开来办 其实也是造福我们的这个 相关比较边缘的这个城市 这个区域 对 那局长我们回到刚刚的题目 就是说其实说您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殡葬业 是我们下一个礼品的重点 但是其实说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还有很多 为什么是特别选择殡葬业 是因为这一块特别多人在关注吗 当然是关注的人不多 但是这个我们已经落后 这个周边的国家 比如说我有去新加坡 我有去韩国 我有去中国大陆 那我们明年还会要去日本去看一下 所有的殡葬业务 我们已经落后十年 台中市 所以说我认为很对不起市民 为什么呢 因为殡葬业务人生要组的最后一条路 竟然是这样的没有尊严 比如说我们的火化场 你看一天要那么多的火化 然后没有个地方来晃 你到处看的都是棺木 那我们在那边看 我们会感觉到很心疼 有一天我也会躺在那里 但是问题是看到这样 我就认为 这个我在我的任务 我一定要把它拼 这个地点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墓园 其实很多的墓园 现在已经流行到什么 树葬 对 就是其实种很多的树 然后很多的树来看 看起来就是把墓园公园化 就很多的墓园都看到了会害怕 对啊 我有去韩国去看 它整个山坡地的开化 变成一个森林 然后我问说这是什么地方 它说是墓园 我说为什么没有看到墓碑 它说我们都是树葬 对啊 我们既然有这么好的想法 我们也要推广 但是市民可能一开始不能接受 但慢慢它就会接受 为什么 你只要一直推广 那这个就是观念的改变 像我们很多的市民 他们火化的时间 都选那个日子是一样的 而且它选是几点几分 我说哇 哪有法度 哪有法度 我就活路这样而已 你们大家共同的时间要来取那一点 所以我就跟很多的这一个算命的 就是看日子的 我就跟他们讲 问他们说 那火化的时间 你们有没有规定吗 他们跟我讲火化没有关系 所以你什么时候去火化没有关系 但是进塔的时间 你们可以选好日子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对啊 这个观念就是你工绩 火化 这个不要选日子 只要好日就行了 你认为好日就可以了 不用特别去选 但是我们把关键把它放在这个进塔 这个观念就 马上就可以改变了 要不然我们的这个生命礼儀管理所 的这一个第一兵役馆 你看到旺日挤得太多人了 所以今天局长也是帮大家上了一课 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个观念是可以调整的 对可以调整的 那局长像你这样走访那么多个国家 你觉得像哪样的操作模式是我们可以理想也可以去努力的 其实像我们的我讲寺庙就好了 对 你看我们一个土地宫就要烧十一只香 以前一个地方还要擦三只 现在我就推广擦一只就好了 对不对 这问题一只还是很多 为什么 因为它一个土地宫就要死一个地方 然后石头也要擦 树也要擦 那土地宫前面当然也要擦 那外面也要擦 那我认为这个应该不环保 如果我来推一个叫做一寺庙或是一个土地宫 一路就好了 甚至于用手拜新陈则灵 用拜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推广 我现在讲有的人还要骂我 我那时候有的金座 我都给我们没头脑 对不对 但是我跟他说 老板不要用金座 我们可以用米 用盐 用热豆 或是用一些可以吃的东西 来代替这个金子 然后我们拜一拜 又可以拿回去吃 你不拿回去 可以给比较弱势的人来使用 像我们的鞭炮 鞭炮你看一放 那个黑烟 也是对岸做的 黑得怕死人 我说我每次去寺庙 看到他们放那个鞭炮 我就觉得 这个我实在 我实在没法在那里 再做下去了 因为那个烟 实在没 再来还会伤害到 炸到那个台窖的 台窖的人 你看他冲到那个鞭炮里面 如果他没有做一个防护 其实整个皮栈漏开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也是不好 所以你的现在像那个 我们的PM2.5 那么的严重 那你还烧精子 还放鞭炮 你说你住在那里 你怎么受得了 所以台湾市政府 有这个责任 来告诉市民 这个要减量 甚至于我们不要放鞭炮 我们用锣 用音乐 用各种方式来呈现 那我们尽量不要用 那种不防表的方式来呈现 这也是台湾市政府 要急于的呼吁 我们各位市民 拜托 拜托 所以局长你觉得像宗教这样的观念 也是要与时俱进的 那当然 因为你一开始跟他讲 他没有感觉 他就讲久了 就有机会 他们就认识 原来是这样 其实你到外国去看 日本 韩国 甚至于我们讲的一些 比我们落后的国家 其实他们的环保观念都有 所以其实互相学取 当然有的是民俗 我们就也不是用强迫的方式去做 我们就开始一直宣导 终于一天他们观念会改变 对 就是需要时间 时间是最棒的良药 也是催化剂 对不对 那局长我们讲一下 其实您上任将近一年 对 这一年来 最有感到成就感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这一年来我发现 政府的推动的这个速度还不够快 因为你每件事情都一些法令的 这个给你放掉 所以我认为法令的松绑 可能要去研究一下 因为很多都是法令的 好像这个预算不去那里 又会计又有问题 我每天都在处理这个 然后很多的事情要推动 这个计划或什么 其实我们公务人员的这个速度 还是不够快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如果能够速度再加快 然后每个人都很积极 把市民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 我看这样观念就会慢慢改变 所以你其实是从自己 其实我觉得当天下一局长 您是从一个民间的老板 在站在民众的立场 在看政府机关 但这样的立场 在您推动业务上 相对的是会有一些困难跟平静的 那要怎么去克服跟挑战呢 总是说我就以身作则 那也希望我们的 因为我知道公务体系 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就把市民的事情 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 然后不要认为市民的小事 你就没有在乎它 就要把它当作 只要自己的事 他就会很认真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很多困难的事不要拒绝 你现在不做 未来还是要做 我讲的生命礼仪管理处 你现在不做 你未来还是要做 很多的墓园 其实它的墓园管理 出了很大的问题 那当然我先做了再讲 然后有遇到问题 就慢慢去改正 这个就是我的观念 所以这也是 就算是在跟你的同僚喊话就对 大家一起加油 对啊 不要怕事 怕你没有事做了 那你可能就不要换掉了 对啊 然后那个政策啊 还有条例的修改也是需要努力的 对 就是说我们如果需要修条例 或知识条例我们就修嘛 那你不做 就是说啊这条例怎么样 我们这条例就把它改一改 对不对 然后符合现代嘛 对啊 因为我每次跟公伟委 就是跟我们的同事谈 谈到最后都说条例怎么样啊 这个怎么样啊 我说啊你就改一改就好了啊 那个就有一些法源的基础怎么去设定 其实我认为就是学习啦 所以我也感谢这个林家长市长给我这个民政局长来做 因为我从议会 然后从市民 这一年的学习我发现 哇这个进步很多 我了解好多事情 像在议会里面呢 一次要做十天 从早上九点做到下午三点半 然后每天都要聆听 议员的咨询 那我就他咨询的 这个议员的咨询的各局处嘛 其实我相对也在学习 那这个就是自己的成长 那也很高兴啦 对啊 其实从刚刚局长聊天内容 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局长 其实是非常亲民非常友善 总是站在地县位民众来设想的一个局长 就像大家都是朋友一样 但是今天这一个小时很快 很多故事想听想要了解 但是非常的短 但是不要紧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可以邀请到我们这个台中市民政局长 蔡世影蔡局长 来到我们现场 和大家分享更多他的故事 好佑君 感谢你的邀请 那今天的这个受访非常的高兴 也希望市民能够了解 台中市政府的用心 那我们会更努力 更用心的 使台中市成为一个最宜居的城市 台中大未来我们下次见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